下网不求人教你下网法道 大家好,我是豆哥 我们在外面下这种网的时候经常被别人拿掉 有没有办法,网不容易被别人拿掉呢 友好工作的大概是那种 1.隐藏法 2.伪方法 3.陷阱法 4.人堪法 5.巡逻法 6.游记战法 7.早收法 8.空城记法 等等 我们专业的最常用的就是隐藏法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隐藏法 以后不定期革新有关防空的大码 还有就是根据物图的情况来使用那种防空大码 这样的环境如何把网藏起来呢 我们看到河边长了这么一块很厚的一棵草 然后水里有这么多的浮屏 这草底下实际上是很空的 可以掏出一个空间来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杆子 进去捣两下子捣出一个可以放网的空间 为什么要用这个杆子呢 因为房子有蛇 像这个岸边的蛇一般都是那种不在场危险的 所以只要用杆子再用手 你看我掏出来的 掏好了之后把地插上 然后在上面 缘分不动伪装一下 不是专业的 不是张网找的 根本就找不到那条 然后这个浮屏的话 你扔下去之后 这里的浮屏是跟其他地方的浮屏就不一致了 真的不用担心 时间久了之后 这个地方的不一样的浮屏 自然和其他的浮屏一模一样了 然后往下好了之后 把每个口摸平了 这几个口 最好是用那个笛巴 或者是种的东西把它压一下 往不能够晃动 为什么不能晃动呢 因为有的龙虾 浸在口里面 还没有进去 其他龙虾在里面一动一跳的 把整个笼子全部搞晃动了 本来要进去的龙虾 被它这么一惊吓就缩回去了 这里面环境比较的有复杂 然后不介意是用甩下去的 必须要用这个挑杆 进行一个有手感 把它给弄下去 最后由于时间关系 像这个位置 和其他的位置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用这个挑杆 把它给慢慢调 调到那种自然系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调了 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恢复 和其他一样的样子的 然后就算不一样的话 几个小时后 它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了 但是 bidding 我要恢复 我要重置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